我从小的时候顶上有横纹 你们现在看的横纹 这个不是现在年老了才有 现在反倒越练越浅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很深 特别小时候就有这三道纹 这是好线线 这要出来的 这是你的天的部位 所以是慢慢的 有的时候出来一道纹 有的出来阴阳两道纹 有出来三道纹 三道纹就可以生万物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正常的好的现象 不要去美容 有的人把这三道纹搞掉了 那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就很惨 所以你们身上脸上有很多纹是好的纹 你把它弄掉了是十分可惜的 你们美容花那么多钱 实际上是拜见自己的命运 比方说女孩子为了眉把眉毛踢了 这眉毛踢了 这眉毛是什么 这个叫保命宫 就是你这一辈子是什么命 大富大贵之命都是这两道眉保的 因为它是什么 这个就是遮蔽着你的眼睛 不被这些侵害 不被细菌 通过这个你看它流不到你这个下面去了 这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到这就被眉毛给挡住以后 从这两边下去了 你这眉毛没有它直接侵害你的眼睛 眼睛是什么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的心灵都在这儿进进出出的 所以你把灵门的张毙 保护灵门的给干掉了 你不是没有智慧 美呀 美个屁呀 美呀 没有美哪里美 你现在把你们的眉毛剔干净了 不化妆 你看你美 这是保命的 所以这个不是今天很多错误的之间 眼袋下面有个眼袋 眼袋下面有纹 这个叫阴德纹 就是阴阳的阴 这个你集了阴德以后你做了很多玄德 然后这里的纹细细的就出来很多 那这些纹一出来以后 哇 你开始准备大富大贵了 要求子的他就多子多孙了 你到老人家到好的把他去给弄霉了 这一弄霉了本来出来又要你弄霉了 破相了 不要去搞 尤其你们的儿女 我们这一代的后面的儿女都要教育 不要去剃眉毛 胡子是要天天剃的 眉毛哪里可以剃掉啊 这乱搞 还是乱去美容 脸上有个痣也把他点掉 你一点那本来是个做贵妇人的痣 结果一点娶了个穷老公 嫁给一个穷老公了 谁让你把他点了 不是你随便的去扮 觉得不好看 那老天给你的 老天给你的 那是你的天命 要想美容好好修炼 出三十二相啊 八十随行好啊 对不对 那好好修炼自己改的那是自然美 哪里是你人工的 这是说多了啊